时续渐渐进入夏天 又是小黑文火药的季节 为了保障民众免于小黑文危害 以及避免学生因为小黑文影响到学习效率低落 花铃市公所依旧网利地点年度的小黑文绑制计划 要全力来降低小黑文的密度 期望小黑文的危害产度可以降到最低 小黑文学名是台湾夹盟 是台湾的特有种 常有乡亲自嘲小黑文是花莲特产 殊不知它是从南投台中山区 翻山越岭而来的 早在1913年日本昆虫学家 即在台中发现台湾夹盟 之后小黑文就逐渐的遍布全省 小黑文虽然不会传染疾病 但是丁咬后起养难耐 是一种极具骚扰性的昆虫 对于观光产业发展影响巨大 那从4月10号开始 那我们到是预计到10月底的时候 我们会在84个处所 那当然包含了高中职以下 花莲市主要的绿带 大部分都在学校跟公园 那我们针对这样子的方向 来开始来做相关的一个消毒 清洁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能够彻底的达到 防治的一个效果 那也希望我们所有民众 跟学校的一个同仁们 都能够一起共同来防治 消毒完以后 然后持续的来加强 那这样才能够达到消毒的目的 由于小黑蚊主要资深源在树林 竹林田里甚至土墙 墙泵以及水沟污泥等等 有裸露土表的地方 要彻底消灭它简直是不可能 小黑蚊防治虽然分为幼虫 以及成虫防治 但要彻底破坏小黑蚊 幼虫棲地非常困难 目前一般还是以成虫防治为主 那其实小黑蚊它是一个骚扰性的昆虫 并不会传染疾病 正因为它的骚扰 造成我们生活上的不便 所以我们来从事今天的 小黑蚊的防治工作 那今天所使用的药剂 是除虫菊菊 除虫菊菊是针对小黑蚊防治 最好的一个药剂 然后我们经过正常的稀释 备数的稀释 其实对人数的影响并不大 那请市民朋友们不用担心 喷洒的药剂都按照规定息事 对人去无害 但是因为具有鱼毒 对水族生态影响巨大 应该要避免喷洒在池塘边 如果室内有鱼缸 应该将打气装置关闭 并且加盖岩石 记者林杰华林市采访报道